目前从房地产行业来看 我们可以说从价值链从低到高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 就跟其他的所有的生意差不多 就是低端是制造业和原料 中端是服务业 高端是金融业 我们迄今为止大家理解的房地产 大部分是在低端就是开发 我们就买块地盖房把它卖了 这叫开发 再往下一点 很多就是土地整理一级开发 这是房地产的价值链的第一端 这一端竞争的是什么呢 竞争的是成本速度和规模 就跟郭台铭一样 郭台铭做的生意就是雇了一百万人 然后去加工给国外的所有的 消费电子品做代工 然后把它收取加工费 这就是基本的生意 比如万科啊中海啊恒大啊就是一样 买很多土地制造很多的产品 最后把它卖掉 送的是加工费 那么这个加工费呢 最后取决于什么呢 成本规模速度 就成本要越低 规模要足够大 速度周转速度要特别快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怎么样创造价值呢 最后你能够创造价值的 有几种方法 原始的方法 大家知道 就是官商勾结的方法 原始早期 就是领导给特殊政策 买一个便宜低啊 这不就成本低吧 对吧 所以有时候就在成本上就开始有分别了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竞争 主要就是成本是一个很重要 而成本的获得 当市场规范进行招拍挂 越来越规范的时候 大家在成本上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发现 我们就很多中小地产公司就没得做了 因为你没法在 以前中小地产公司是他旧啊 二大爷啊 这这是竞争优势 就二大爷是竞争优势 因为他给你一块便宜的地 你成本一下就下来 现在看呢 二大爷没用了 所以早期乱的时候 有很多就是靠关系 获得便宜的土地 这是一种竞争 获得竞争优势 另外一种呢 当我们整个规范了以后 实行招拍挂 市场更来规范以后 那我们没办法 那就靠规模大 规模大以后的 摊掉一些成本 就你规模足够大以后啊 其实有些成本可以 这边高那边低 大家整体来通过销售啊 规模可以足够的摊掉一点成本 另外一个还有个办法呢 就是你技术进步 中转快 你比如万科 搞住宅产业化 搞了将近十年了 住宅产业化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是在钢筋混凝土系统里 解决工厂化 全中国目前所有做房子 能在工厂做的配件 不到15% 万科呢 能提升到30左右 现在 日本呢 大概70左右 都在工厂做了 所以万科现在30左右 已经能做到 他用住宅产业化的方法 做的住宅 比平时 别人用传统方法 节省三到四个月 但你看 资金周转就坏了 那么成本呢 起初是高的 每平米大概高300多块钱 但现在规模足够大以后呢 成本也就下来了 而且各地方政府呢 还有支持 比如说给你容积率支持 0.8到1点的容积率支持 还有每平米给你的一个 节能环保的一个支持等等 所以这些补贴加起来 它的成本反而比我们平时还低了 所以成本也比平时低了 周转速度也快了 所以万科竞争力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低端的价值链 我们怎么样创造高效益 实际上还是要通过创新 这个创新就住宅产业化 这是因为我们非住宅的这部分 现在也在创新 这就是张药 总之都是要解决一个 规模和成本的关系 怎么样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制造 这是这个阶段的价值量的 核心就是怎么样 大规模低成本快速度 只要你能把这三条做到 你就牛逼 郭台铭就比别人牛逼 对吧 能雇一百万人 你想百万大军做这么多事情 怎么把它组织好 你想想都头大 但大哥很潇洒 不仅把它组织好 该娶媳妇娶媳妇 该生儿子生儿子 该捐钱捐钱 最近捐出90% 郭台铭已经捐了他90%的财富 他有45亿美金的身价 他捐90% 已经公正了 在台湾 宣布捐给社会 那这大哥就超牛逼了 所以在这个价值链下 如果我们是做这个生意的 我们是做销售类不动产的 就我们做了就把它卖掉了 这个价值链 制造业的价值链 我们按照这个去做 我们就是要低成本 高速度 大规模 这是个主流模式 但是大家一想 那瑞士做表人的 他们也是做制造业的 那你会发现 还有非主流模式 那就做精品 就这个价值链下呢 你比如说爱马仕的包包 它也不是大规模 低成本高速度 对吧 那成了编织袋了 对吧 编织袋可以大规模 低成本高速度 但爱马仕的这些手工作 它就是小批量 手工精益求精 往艺术方向发展 所以人家爱马仕那个围巾 你仔细看那图 人家都是艺术家做的 请了最牛逼的艺术家设计的 对吧 工艺设计 所以你还有一种方法 不竞争 你比如你跟万科竞争不过 跟中海竞争不过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做少而精 差异化 做精品 对吧 什么叫差异化的精品呢 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其实我跟王石啊 前两次也在一起 就是我去台湾很多次了 台中有一个女老板 叫张董 我大概五六年前 我去的时候 她很热情 让我去看她的项目 看她的项目呢 说做一个女性公寓 哎呦 我说 哎 这个挺有意思 好 专做女性公寓 我一看 非常之细腻 做的女性公寓 我说 你这个多少 她说 我做了四十四套 哎呦 我想 才做四十多套 咱们这 骚意牛逼 都四百套出去了 说这四十四套 但是她做的 真的是非常威信 我们确实感叹 人家做的 我说 咱做这点 她说 我们这个市场啊 细分到现在 我知道 这四十套卖给谁 大概台中市啊 对吧 女性还牛逼的 大概有多少人 能够可以买这个房子 啊 我们想 那是 她说 我这个 这样我就死不了 我肯定能卖出去 果然 卖出去 又过了两年 我和王师又去 无意中 她又接待我们 说你来看一下 我的新产品 我们说 又有什么新产品 她说 我还是女性公益 她这次女性公益 跟上次不同 上次是 单身不单居的 这回是 绝对单居的 就 因为 单身不等于独居啊 对吧 你可以不结婚 但是有人跟你一起住啊 她说 上次是针对这批的 这回谢了 就是单身一定单居的 最后 娱乐基本靠自己的 这种 她就自己住的 这是一种 这个多少呢 我们说 她说做了二十套 结果我们见完她以后 很有意思 我们去花莲 居然在机场又碰到她 我们说张总怎么这么巧 她说我们来看看食材 你看她活很细 她就这二十套 她石头都自己找 这个老板很有钱 她老公也做生意在大陆 她也很会做 结果她确实 做的就是我们讲的 细而精 而专 而美 这能活啊 前来还我到广州 有一老板 她专做一类和本地文化融合的 本土的建筑和住宅 做的很好啊 万科的人也住在她那儿 她每到一个地方先研究文化 比如广州 本土文化是什么 然后适合本地人居住的习惯是什么 她做这个房子 不是简单的钢筋水泥 盖的巨高无比 她就做的非常有味道 她每个地方都做这个产品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说这很好啊 反正这种肯定能活啊 对吧 你就在这个价值链里面 也有种活法啊 不是没活法 我只是说的主流的一种 你要想牛逼做到全球最大 那你是万科 中海恒大这个做法 但是你要做的最舒服 赚钱最多 个人赚钱多 那也可能你这个方法就可以 没有什么 你就做几栋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张总 你就做女性的公寓 像在北京 我们说有一类人 很创新 创新到器官使用也创新 那叫同性恋 对吧 人家不按你传统用法 十几年前我去加纳 到温哥华 别人那个住房机构 政府老在给我介绍 同性恋公寓 我当时就 我们去第一听不懂 第二有点害羞 我们就好奇器官 怎么能这么用呢 我们都几千年都是 不是这个用法啊 他们都换用法了 然后你还要给他房子住 还要照顾他的需求 绝对很不可思议 现在一看呢 这是我们越来越多的 个人价值得到尊重以后 那器官怎么用 是个人的事 他妈都管不了 你还管他这事 对吧 然后假定说在北京 你做一百套男性的 东西恋的公寓 再做一百套女性的 你服务特别好 针对性特别强 我相信一定能够 有人来租啊 怎么就没人租啊 那么这个 上海再做一百套 广州做一百套 深圳做 你在全中国今后二十年 专做是一个产品 没准你最牛逼 你有一万套这种住宅 收租 也没什么压力 在这个价值链下呢 我们有一个活法 那么在这一段呢 我们无非就是 要么你就大规模去做 要么你就做金儿砖 在这个价值链的过程中 你作为房地产 都能活得很好 那么在房地产这个价值链的中间呢 是个服务业 服务业呢 最重要的呢 大家知道是个态度 所以大家都学会微笑啊 礼貌啊 对吧 那服务之外呢 态度之外呢 当然就有 也有技术 对吧 你技术好坏啊 也不一样 当然最后呢 当然还有也有服务 也有服务的成本 有收入模式 你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这几年生活好了 大家经常去按摩 你会注意按摩上很有意思 态度肯定很重要了 但是技术呢 也很重要 你看广告啊 很有意思 有的地方叫指压 对吧 有的地方叫油推 但是呢 还有地方呢 叫松骨 你发现 接触到的面积不同 力度不同 这个东西 就是技术 对吧 你走到哪儿 你看松骨 韩式松骨 那有些毛骨悚然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进去就松骨 然后脖子被一把 叮咚咚咚一开始响 你就有点 脖子还在不在 不知道了脑袋 但是你要指压呢 就是很小接触面 那推油呢 那就很大接触面 对吧 这叫技术不同 我昨天在 昨天前天 前天我从巴黎 一飞到香港 香港转到台北 台北到高雄 建那个陈菊 建那个 建之前呢 他时间有点改 结果有一个多小时 干嘛 就让人去捏脚 坐在捏脚那儿 睡了一觉 你看 那就最后人家选 就是告诉 选那家 那家手法最好 结果进来俩 大老爷们 给捏了一个小时的脚 后来发现 比小姐捏的要好 小姐有时候劲儿不够 所以技法也很重要 那么我们从房地产 这个角度来说呢 同样是这样子 你给一个空间 我们主要是针对 这一顿服务业 针对的是哪一种空间呢 服务业针对的 不是建了就卖的空间 服务业针对的 主要是出租空间 所以在一个 我们前面讲价值链的下游的时候 是叫做销售类不动产 就建了就卖 但还有一类不动产是 建了出租 而这些跟服务业有关 所以这一部分的价值链 也就是在中段 我们所谓的服务业 主要是针对建了出租服务的 这部分物业 那这个物业怎么由服务来决定价值呢 你比如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决定价值的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一种服务很重要 你比如他这有查新 这套活如果没有 那你收费是一个收费法 有了它就是一个收费法 另外它还有其他的服务 我们讲的机电设备的服务 包括我们讲的安保的服务 24小时较早的服务 送餐的服务等等 这你仔细想这服务一大本 你忽然发现你只要住进来 这一大本这都是服务 而这本里写的都能做到 让你都赞都说不错 那更是服务 所以正因为这样子 你发现来的人多 你不是像李拉为什么去的人多呢 他服务啊 他服务很细啊 你们仔细研究过酒店吗 因为我去年飞150次 前年180次 一年大部分时间住酒店 你就发现酒店的服务啊 因为不同人愿意付不同的价钱 而不同的价钱又决定了 这个酒店的价值和空间的价值 香格里拉 你们知道什么最火吗 不同的都是五星级酒店 香格里拉永远咖啡厅生意好 甚至比餐厅好 因为它永远有一面景观 景观墙 有个玻璃 你们去看所有香格里拉都有一个咖啡厅 那个玻璃是透的 外面造一个花园 或者有个自然景观 所以那个地方永远生意挺好 但是呢 全世界睡觉最好的地方 酒店是利兹卡尔顿 利兹卡尔顿呢 它这个服务呢 它那个技术在睡觉上 因为酒店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它认为让人休息 休息 睡觉最好 睡觉最好 就是床最好 枕头最好 对吧 被单最好 对吧 所以利兹卡尔顿下面有两个睡眠研究中心 专研究睡觉 所以它那个床品就是最好的 所有的酒店最弧度的做法 是把大唐做的很牛逼 客房做的很难受 可是大唐呢 又没人付费 没有人愿意为大唐付费 并不因为你大唐好别人才去住 所以W酒店就针对这个 它把大唐办成了夜店 你们仔细看 夜店是最挣钱的 所以W酒店的大唐充分的 晚上就是夜店 聚炒聚挣钱 所以你发现不同的服务方式 提供的体验不同 决定的这个空间呢 能收到的钱不一样 它这个和第一个价值链的不同 第一个价值链 你主要规模成本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是营运为核心 创造物业的空间价值 就比如说更简单 同样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 大概三五百平米 三五百平米 你营业 营运呢 你可以用来开会 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个价值 开餐馆 它又是个价值 如果用来做购物中心 它也是个价值 你看营运形式不同 创造的现金流不同 或者我们前面讲的行为不同 这个空间价值不同 我们也讲过像八宝山这样一个三十平米的地方 告别厅啊 实际上收钱非常多了 一小时哭四十五分钟赚一场 跟叶总会一样四十五分钟一场 一个钟 一个钟收人两千块钱 一天算十个钟两万 一年七百多万 三十平米 你想收多少钱 所以营运为核心呢 就是说你在一个空间里的行为 经营和模式 创造了不同的现金流 使你的空间价值发生很大变化 你做酒店 做我们说桑拿 做餐馆 做会议中心 做各种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不动产 到了一个持有物业和出租经营的时候 是什么来决定它的价值呢 是营运为核心来决定价值 不是物业规模来决定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观点的错误 很多人说要自己持有物业 越多越好 那这还是前面那个价值观 就在第一阶段 我们规模是个指标 但到了第二阶段 价值量往上走的时候 规模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有意义 但不是决定性的 很简单 大家在这离国贸三七很近 北京啊 国贸三七这一个楼 它有几百亿人民币 对吧 那你说 你开了一堆购物中心 开了一堆出租的物业 但你可能还抵不上这一个 你可能是 他那一个才多少 三十万平米以内 但有的人你三百万平米 你能值几百亿吗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位置啊 什么什么这些 很重要的是你收入 租金收入跌 他租金收入多高 他比我们万东中心要高三分之一 他是国际甲击 我们说国内甲击 那么香港之地 它在中环 拥有的出租性物业 六十万平米 它的市值跟万科一样 那你发现没有 到第二个阶段了 做服务业的时候 规模 按平米面积的空间的面积 并不一样 但它的价值跟前面那个不仅差不多 甚至更多 而且根据美国上市公司来看 凡是做出租性的不动产的 不是销售类的不动产的 市值永远高于最大的这前几家公司 都高于前面这个销售类的房地产公司 销售类的房地产公司 更多的是住宅公司 在成熟市场 而出租经营类的房地产公司 大部分是做持有类的房地产 它的价值都高于前面这个价值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持有空间的经营上 究竟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来提升它的价值 究竟是规模重要 还是每平米的收益更重要 这两件事情是 规模更重要是按拥有的平米数 那每平米的收益呢 是按照产出数来算的 一个是横着算规模 一个是纵着算收益 你比如说 今天你用了一百万平米的购物中心 那么你的租金回报 可能抵不上你有十万平方米 在这个地方的写字楼的租金回报 而每一平米的租金回报 最后在估值上 会对这个估值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如果经营模式又不同 就刚才我们讲 营运的方式又不同 又不断地改善你的租金回报 假定说你在房子里 让更多的人躺下 你租金回报就更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估值就更高 假定万通那个写字楼 假定说都变成了躺下了 我估计我们租金还能得收一倍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让人都躺下 能力还不够 比如我变成一个特别的医院 假定说变成肿瘤医院了 那大家都为了活命 都蒙给他送钱 他呢为了在我这个地方待住 他就蒙给我钱 那我租金增加一倍 租金增加一倍 我物业估值就增加一倍 现在大概有20亿左右的估值 那你要增加一倍租金 我估值变成40亿 可是我什么也没干呢 大家想我还在这上课 他就增加了20亿了 这就叫服务业怎么创造价值 怎么空间跟营运跟服务结合起来 怎么创造价值 这是另外一套活 所以这套活呢 我们现在国内所谓做商用不动产 大家经常用第一个阶段的价值链的 创造的想法来做第二阶段的 把不把核心能力放在营运上 而把核心能力放在拥有面积上 你要这么多面积看吧 而且在这个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就跟买股票一样 我们讲的这个像国贸三期和香港中环的这些面 这些都叫投资级物业 像蓝筹股票一样 是投资级物业 投资级物业呢最有价值的 而剩下的是叫普通物业 在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事情很有趣 大家就有些评论 因为小潘呢 潘石屹啊 我们都是有上市公司 我们都宣布 先后啊 大家都在讲 我们要转型了 万通大概三年多前开始讲 我们转型 我们今后五年要拥有五十万平米的出租物业 其实我们当时应该叫投资级出租物业 没有写投资级 结果很多分析师呢就开始嘲笑我们 说你们干五年才弄五十万平米 对吧 别人一个项目就什么 三十万平米四十万平米 就说你这股票不值得持有 最后没过多久 一年多以后小潘 他也说他要转到持有 他说期望目标能够在今后三到五年 持有六十万平米出租物业 比如大家举某某某例子 一下都上千万平米 我觉得我们都少了投资级三个字 投资级三个字是什么 你假定说国贸 这是投资级的三十万平 你有两个国贸 你就一百亿美金以上 那还了得了 对吧 但是你没有加投资级 大家就跟那普通物业混在一起 但是你要知道 你如果拥有投资级物业 有个五六十万平米 那相当牛逼了 咱历史短的一个企业才多少年 对吧 新鸿鸡花多少年才达到这个目标呢 告诉大家新鸿鸡花了十五年 李嘉诚花了二十年 拥有的投资级的物业 占到他的租金的收入 才占他收入的百分三十 投资级物业其中连百分三十都没占到 就是给他的收入贡献 香港之地百分七十来自于这些投资级物业的收入 所以你发现在新加坡最牛逼的地方也是香港之地在做 然后当然北京上海他都是做 他这个做的很少 但是这个做法是做出租物业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做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服务业大家知道最重要的核心是营运 是你创造的每凭你的收益是不是足够高 然后带动你物业的估值是不是足够高 然后带动你最后的资本的证券化 整个收入的证券化 那么这是另外一套玩法 就这套玩法跟前面那套玩法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国内最近大家一说住宅不好做 都做商用不动产 实际上还是带着前面的思维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还是在追求面积 追求速度 追求规模 实际上我觉得要做商用不动产 商用不动产本质是个服务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营运和服务带来了空间的价值 所以这个空间价值是服务带来的 不是空间本身带来的 所以不同的空间 你改变了服务 比如本来是个盖餐馆的 你把它变成改赌场了 你看服务改变了 体验改变了 是不是收入就高了 这空间租金翻了几番就值钱了 如果餐馆扫航打飞 这些赌博也不许干了 你把它变成了人民大会堂开会了 你发现价值钱又下来了 政府只能付很便宜的钱 然后每天学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那能付多少钱的 整个租金就下来了 这个物业的价值 估值也下来了 你发现这个物业价值的起伏 都和在里边的行为 和营运方式 支付的租金的多少有关 所以当你物业是固定的空间 你想提升它的价值 就要研究 营运 这件事跟拍电影特别像 就同样的钱 最后回来把这个事创造最大的效益 其实是导演和制片在做 那么 假定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故事 那么冯小刚拍 张义柏拍 现在当然赵薇也拍 很多人都在拍 你发现每个人拍同样的东西 故事是不一样的 他可以拍不同的故事 但是他自己没出钱 在美国我都发现有一次 他们告诉我有一种开发商 叫收费开发商 叫费developer 说这些人超级牛逼 但自己没什么钱 也不投什么钱 但是所有你要合作 能找到这些人 就牛逼了 后来才知道 这些人就是房地产里头的导演 他导演什么呢 就把空间里边的故事 编得特别好 就是说导演赠几笔钱呢 导演赠三笔钱 第一笔钱呢 是权益金 就是比如说 中国合伙人陈可欣 他有权益 他投了一点钱 他分百分之多少 权益金 第二笔钱呢 如果牛逼像斯比尔波 像张艺谋以前 不投钱 你也得给他分红 这权益金 第二部分呢 是拿到的是制片费 就把这事做完 制片费 第三个呢 是票房分账 最后要票房分个账 最后卖出去多少 那么据说 最近张艺谋 不是转签到乐视 实际上就是这样 总数给一个钱 这就是个身价 然后呢 每部片子 制片费 还有一个数 那总数要这个钱 就相当于权益金 就我 你让我干 每部片子 我至少就拿这么多 这是权益 你提前得给我 最后超额票房 还要分账 巨量的一个钱 那你想都姓冯 我要去拍片 人家不给我这钱呢 对吧 冯小刚也是这样 对吧 姓张子也很多 那么他们凭什么呢 那就是三样东西 第一呢 他的品牌影响力 带来的潜在的市场影响力 和票房收入 大家是赌这个 第二个呢 的确他会组合资源 刚才有个同学讲 他组合各种社会资源 他知道用张子怡 还是用李子怡 他会把这些人组合好 第三个呢 他制片 制片就是灯 声光电啊 美副道啊 美工服装道具 这些东西 他能整合到很好 让你视觉效果 有最好的体验 和最感动的体验 故事 那像这些东西 他能做到 所以大家愿意把钱给他 给他以后呢 他去拍 从来你发现没有 他们很牛逼 在广告上 你看他所有电影海报 特别有意思 都是冯小刚导演作品 最大字 出钱的人在哪呢 最小 底下钱 CCCC一帮联合制作 找不着了 可是冯小刚都没投钱呢 在这个游戏里 你看投钱人成孙子了 干活导演最出名 在服务行业里头 你发现这是个共同规律 对吧 你比如医院 大牌的医生 就相当于这个导演 他也是靠这些人 吸引人的 所有这些东西呢 都是 一个故事 带来的品牌 带来的服务 那我们在商用不动产里 其实也很像 就你一个空间 如果来一个牛逼人 一眼就能看 让你空间怎么改 我都碰到过这样子 在国外 很简单 你这个破厂房 完全已经死了 来一个哥们 说这个空间 我告诉你 改成什么什么什么 立即 比如说有一个建筑师 很有名 他看到一个空间 一个破房子 他想起一个艺术 叫残破的艺术 就把它变成文革武斗后的 留下来的一个遗物 最后做成一个夜董会 里边占红卫兵 什么之类的服务 聚火 这个破房子 这个空间 没改变 故事改变了 你发现没有 整个就火了 大家也知道 七九八也是个典型 本来是个破厂房 里边变成艺术了 故事改变了 所以在营运这个空间里边 最核心的是 你要对空间的使用 要去创造 去研究它的行为模式 最后提供新的体验 然后带来新的收入 所以做这种服务业的 这种导演 这个老板都特别像导演 纽约时代华纳中心 这个楼现在是混合的一个综合体 特赚钱 那个老板叫瑞雷特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谈这个事情 这个空间说起来也不大 不到二十万平米 确实是纽约现在综合体最赚钱的 对吧 他说很简单 他带我从这个门进 我说你这么多功能 怎么弄 诀窍在哪 他说我带你看看 然后就从商店 一下要进酒店 推门推不开 然后他把钥匙掏出来 一下就进去了 然后但是你从酒店 不用钥匙 任何时候都可以出来 为什么 他说这就叫互联 但不一定互通 也就是说酒店客人到商场 你不用管他 他越方便越好 去了就可能买到 但商场闲逛的人不能随便到酒店 那酒店客人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是酒店的客人 你有个钥匙 你想回酒店就可以回 但是闲逛商场的人不一定会酒店 但酒店的人可以随便到商场 写字楼的人也可以随便到商场 但也不能够所有人都到解释了 他这个游戏这个馆 所以这个物业里头到处都是通的 都是连的 但是每个人授权不愿 这是一个馆法 另外他说 这层其中有一个餐厅 在五层那个地方餐厅 这个地方餐厅 是米其林餐厅 有个日餐 还有个法餐 这个法餐现在提前三到五个月订 才能订到 为什么呢 这个餐的最高经济也是吃明星的 全世界最牛逼的法餐的明星 米其林厨师 在这儿 他把人挖过来 给人家点股份 然后在这儿坐着餐厅 由于这个人很有名 就像大董 北京比如大董很有名 大家就冲着他 结果生意都特别好 结果这个餐厅给他付巨大的租金 另外他觉得有个爵士 他觉得爵士放在这儿很好 于是他千方百计动员爵士在那儿 现在爵士每天都要排队 然后去听这个爵士乐 你会发现 他把这些组合很有意思 组合的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 他自己选了很多演员 而我们通常自己组合 弄了一个东西 随便 来这个东西 只要租出去就行 你不去仔细研究这个组合 而仔细研究这个组合 就跟挑明星一样 他要讲一个故事在纽约 这个地方是最高级 最高级体现在哪呢 不是卖RV就最高级 还有餐厅也是最高级 餐厅最高级 在西方当然是米其林平级 是最高级 酒店要最高级 酒店是文化东方 是五星级酒店 它都是 最高级是有一个标准的 所以它要最高级 第二是最有创意 最鲜活 所以它要有点爵士 这是很鲜活 另外里边有一个三星的展示 特别漂亮做的 另外它还有两个巨大的艺术品 亚当夏娃放在那里 所以很多意思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它这个空间讲的是这个故事 那也有的空间 就比如沃尔玛的空间 讲的是便宜 反正东西逮得光了 割一屋子 你们自己拿吧 它讲的是这个故事 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空间 你要研究各种新奇古怪的事情 哪种行为付最多钱 你就让他们进去 你就可以收钱 所以这是服务业 更复杂 所以我们在由制造业 转到服务业的时候 我们是假定空间如果不变 比的什么本事呢 比的是每平米创造的效应 所以我要强调两点大家 第一不要强调规面积 要强调你的是什么 最好是投资级的 你比如你在你那个省会城市 做最贵的一栋 就最好的位置 做个投资级 有这一个 你养你就简直是 把你养得好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当年我不懂 我刚出道的时候 我们一起做 北京有一个写字楼 在三元桥 叫银什么丸 一个写的银多 还叫银什么 南银 那个老板呢 做完这一个以后再不做了 当时我们就有点嘲笑他 我跟他也认识 但是我觉得 他没理想 做一个就不做了 我们还不断再做 后来我发现 他在美国待过 他后来改造投资 他一直没卖这个楼 当时就出租 不散售 今天你算算他吧 他已经快20年了 租金收了多少 你就你仔细想 一年收 当时能一年收2000万吗 现在一年估计也得上亿了 早就收回来 这个物业还是他的 你算一下 这个物业 他这个物业至少也有20亿 香港之地在香港中环 做60万平米 光租金已经收回去 将近200亿美金 41年了 一年将近5亿美金的租金 然后呢 东西还是他的 当时要卖赠多少钱呢 当时要卖 也就赠5-6亿美金 全卖了 所以这个东西 他算账方法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是看每平米的回报 第二看你的产权 是不是在你手里 第三看时间 所以做这件事 心态要发生变化 你做第一件事的时候 心态是速度 做第二件事的话 时间持久 对吧 这你就一定要发生变化 人就开玩笑说 你去到欢场上乐一下 那叫速度 让警察来之前你就走 对吧 但是你娶媳妇过日子 那叫持久 白头到老 对吧 所以你这个速度和持久 两件事 各有各的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 最重要的 你要到第二个阶段 到价值量往上提 做到服务业的时候 你要知道 时间勇敢站在你这边 当然你的财务技巧就更重要 ятель 下机 未来不太及报告 Gur 今日 我